2022年的9月18日 在台东县池上乡发生了6.8级地震 今天是9月20日 我带老人家从瑞穗来玉里镇荣民医院看医生 顺便一起看看玉里镇、副里乡、池上乡的地震受损情况 瑞穗大桥、高疗大桥和玉里大桥 都是横跨秀国兰西的桥 玉里大桥离这样最近高疗大桥次之 瑞穗大桥最远 瑞穗大桥没有被影响通车 瑞穗大桥短暂封路之后今天可以通行了 进攻于1991年的6月的高疗大桥 则受损最为严重 引桥塌陷 河面桥墩全部断裂 桥面甚至倒卧在河床上 在玉里荣民医院的等候过程中 我看到台湾自来水公司在用水箱车给移动水塔供水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这是台湾自来水公司的地震救灾措施 因为部分自来水管受地震影响破裂 抢修过程中部分区域关水 生活用水就需要用水箱车来送达 水箱车驾驶员自成来自宜兰县 它是来支援花莲县的救灾 玉里大桥前几天短暂封路后 今天开放半座桥 可以双向通行 从右侧的废弃铁路可以看到明显错位 那个位置很多年前就做成了欧陆板块和菲律宾板块相遇的一个教学点 很多人会在那边打卡 左侧的桥面受损较为严重 所以没有开放通行 从玉里镇到副里乡的台九线 沿途可以看到大量路面开裂 有工程人员在修补 减少行车颠簸 我们先开车到达副里乡 从这里看 铁路受影响不大 我们到池上巷的大坡国民小学 由于防疫政策不能进学校禁止离观看 安装在学校山坡上的地震断层观测设备 从学校正常上课来看 这座更为靠近阵阳的学校没有被地震干扰正常教学 学校门口有地震留下的痕迹 我们返程去副里乡的东里车站 目的地在您的右手边 东里车站是一个架高的车站 月台屋顶受损最为严重 甚至当时停靠在月台的自强号也倾斜了 也被屋顶压到 现场有很多工程人员在工作 还设置了一个台铁局 东部地震灾害抢修前进指挥所 这几天台东到花莲的火车全部停止 全靠接驳巴士转接火车旅客 从花莲站到台东站有大概172公里 他们把接驳的巴士叫做内火车 在东里车站偶遇玉黄米老板胡玉金女士 于是去他的粘米厂看灾 他家是一个全城下来的粘米厂 有123年的历史 粘米厂离东里车站的垂直距离不到500米 同样受损极为严重 三层楼高的冷藏库里 有12个80吨稻谷的冷藏桶 约960吨稻谷在里面 也被地震咬倒了 据我女士介绍 重建冷藏库和烘干机 大概需要6000万台币 然后再重新建 然后把里面的骨子全部要漏出来 骨仓骨仓骨仓冰箱 可是那边是干燥机 它就倒到干燥机来 干燥机也受损了 干燥机也坏了 这个也坏了 那干燥机已经被压到扁扁了 你看 那个生肆 干燥机的那个 你这个弄这个还是排斥 那一年做不出来 一年做不完 那我问一下 县长看灾有来过的吗 县长和历法委员有过来看灾吗 历法委员还没有 就只有 农粮鼠 农粮鼠 层几重 还没 还没到 所以苏贞昌有过来看灾吗 还没有 没有 他们都不知道 没有 要见 这就是18号的下午2点44分内的6点8级的地震 才整个倒下来 因为前一天我们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我们去仓库看 你看 它就是好像跳动一样 整个太空包都跳到地上 它整了好几个断产地 你看好像跳舞 这边是拱起来的吗 本来都是 不是 原先也有拱一点 你看里面有裂 这么大的空调 对 对 这冰箱嘛 它原本是这样站好好的 地震整个倒了 就像跳舞一样倒 本来是6点4级第一次的事 我们来看还没那么严重 就是倒一点 第二天两三次 第六点多级的 你就没办法了 人平安最重要 不敢在这里边 东倒西歪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会有 保险覆盖吗 没有 我们都是活险 很少买这种险 地震险 真的很少 所以跟农粮署 或者是跟行政院讨论一下 看有什么办法 帮帮你们 帮帮你们 我现在刚才有全程录了四五分钟 我会把它全部做成字幕放到网上去 现在你有什么想要对社会公众说的吗 那你想要对社会公众怎么样想要怎么说 怎么称呼你 宋先生你是玉皇民的老板吗 现在你们这边受损这么严重 你们有什么想对社会公众说的吗 我希望政府伸出援手 我们这一家是百年企业 但是因为这一次的地震 把我们公司的工厂重要的部分 冷藏桶跟干燥机全部震垮 这个资金需要非常多 如果以我们目前现有的资源跟能力 可能会造成停业的状况 如果政府能够伸出援手 甚至以能够想办法给我们做低利贷款 赶紧把我们公司的这个伤害复原 我们才有办法继续营运 这个工程队来估计最初估计的时间 至少要一年以上 这个是在资金足扣的情况之下 可能要达到一年三个月 所以如果资金不足可能就直接临业 好 感谢你 把地道而炒掉吗 只有一家客家电台 到目前 怪兽 他又被摇爬了 我们刚刚工厂造价要六七千万 然后现在等把这些米挖出来 还要一段时间 那可能也要再六个月 然后这六个月再整修 重新再做一套的话 就要一亿两千万以上的费用 然后最佳米场是最老的 台湾前程最老的老米场 129年了 在光系1899年这就有最佳米场 所以这是精致招牌 不能让他自家流失了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赞助 给我们力气 给我们加油加油 好 谢谢 千万 好 把他废物 没有大家来支援救助 我没有力气 真的 你经营这家米厂多久了 我个人增加这家米厂四十几年了 那现在有多少员工 现在有38名员工 那员工都要靠这家米厂的吃饭 为什么没有大家来支援的话 可能就要歇业了 好 好 車站大概一公里 對 一公里 就這樣啊 那電線桿那就是車站啊 那車站可以照到我們啦 然後你看他後面 車站也是都是這樣 這個也是從那裡就一直練 練到這邊來 這個建築有受影響嗎 沒有 這是後來新建的 我是華式建築 所以地基做得很好 對對對 你看那天地震根本就沒有什麼東西 都是躺著的 那就旁邊是鐵路了嘛 鐵軌嘛 你看那個隆崎 這個地方沒事啊 就這樣裂開來 這是新的裂痕 這新裂痕啊 這剛裂的 所有東西都摔壞了 這是裂痕啊 然後你看那個就是公崎吧 很清楚的看得到 它拱起來了 鐵路面拱起來了 嗯 就跟鐵路旁邊那個很近啊 所以它這個斷裂 你看這一種也是啊 也是新裂的啊 這鐵路很平行的嘛 可是它是一個賣 那個裂痕的高度是多高 哇 五層樓吧 三層樓 跟隔壁呢 三層樓高 三層樓高 大概十二米 三四十二 十五米 十五米 然後它們裡面有幾個穀倉 裡面有十二顆 十二個穀倉 冷倉 冷藏桶 冷藏桶 然後有十台的乾燥機 十台乾燥機 裡面儲倉的糧食有多少噸 一艙是八十噸 那十二艙 十二個冷藏桶 我不會算冷 九百六 九百六十噸 九百六十噸 好 謝謝 它是三百噸一天風乾 那你沒有這些三百噸風乾 那農民怎麼辦 再兩個月就要收割了 現在 怎麼辦 要怎麼說 很痛 很捨不得 因為這麼大的 龐大的資金 可能銷售不起 好 加油 希望大家給我們集氣 給我們加油 好 好 這裡是馬自然部落 這段路面拱起來了 現在修好了 前天我有來這裡拍攝 我沒有來這邊拍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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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